大家好,我是雞电匠 今天晚上天气不错 难得这个短播信号非常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聊一聊 用单边带来接收调伏信号 是什么样一个结果 我们在开始之前 还是一样的 先看看我们的天线用的是什么 我们的天线用的就是配图的这种 雞电匠自制的偶级天线 这个天线主要是针对航空波段 还有调频波段的 但是要收短播也可以收 然后在收听之前 我们还是先看看它的协证参数 这根溃线是从窗子边拉过来的 然后天线就是这样架在窗子边的 我们现在把天线的溃线连在分析仪上 我们看到 黄线也就是协证点 注波最低的地方 是协证中心频率 是在110兆左右 刚好是覆盖了调频波段 还有航空波段 那么我们就用这根天线去到短播 然后用单边带来收一下 这个短播的电台 看看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现象 我们先打开收音机 找到一个台 这是我刚才找到的一个信号比较好的 应该是泰国台 我们把天线 我们把天线接上去 然后现在是调幅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是调幅模式 一会儿我们要用单边带模式进行收听 现在我们先把模式切到单边带 现在是USB上边带 那么我们先把音量打开 大家注意一个现象 我在调节这个频率旋钮的时候 它会出现消叫 然后调节这个拍频旋钮 它也会出现消叫 但是总有一个点 它可以让这个消叫完全消除 比如说我现在把频率往上走1K 按理说这个消叫是存在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拍频把它给消除掉 大概消除 我们现在还原原始的频率 用单边带来收调幅呢 还有一个好处 可以借助单边带的这个频差 来找到一个正确的载波位置 好 我们现在先找到一个调幅的电台 随便找一个 但是我们可能不是很确定 它的准确频率是多少 那么我们现在切换到单边带模式 注意听这个单音消叫 我们现在将调节频率旋钮 直到消叫声消失为止 然后再回到调幅模式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准确地对准 调幅的载波频率 有人在问 可能说这个单边带是否也能正常地收听这个调幅 其实是可以的 我们之所以听到这个声音 比如说这样 我们现在进入了单边带模式 上边带 声音听起来很闷 这个是因为单边带的滤波的带宽 要比调幅的滤波带宽要窄 它滤除了一些高频成分和低频成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只通过了很窄的一个频谱 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变成这样 但是如果说这个单边带接收机 我们能够控制它的滤波带宽的话 也完全可以听到一个完整的 相对清晰的话音 看现在我把这个滤波带宽加宽了一些 我们进入下边带 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其中的一些原理 还有一些知识 我们有机会再慢慢分享 那么今天我们就再尝试一次 再换一个台 然后用单边带的方式 对准它的载波频率 好 现在找到一个台 我们进入单边带 对准它的载波频率 然后这样回到调副模式 我们就是对准了它的载频 这个时候 因为在信号比较强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很容易找到它的载频的位置 但是在信号比较弱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利用单边带的一个频差 然后跟它的载频产生消叫 来对准它的载频 这是一个应该叫歪用的方法 节目最后我们听一听航空波段 这个是塔台 这个是通波 等下次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再用这个单边带来接受一下等幅电报 它是怎么一个工作的原理 我们再去聊一聊 比如说像这样 是不是很有意思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有没有问题 从这边来接受一下 我2012半就会在那边 那么他这样 我们还可以来解决一下 我做一些东西 或者是有问题 对我们说 对我们的载频 对我们